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师推车 今天来到现场的这一台是你 从来不曾在小思官网 或是在贩售平台上面看到的一台车子 一直以来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会私讯 请小思说 小思我有一台mini要估 请教一下大约产值 不好意思 这个车我们不熟 所以我也不会估产值 一一回绝 也是小思少数的 列入不贩售的车型之一 不是只有韩国车 不是只有纳智杰 其实还有mini 很多观众朋友不晓得 那至于为什么不卖这一款车的原因呢 呃 不然你参考 开商好朋友的频道 嗨蕾 好不好 大概就是 你看他一系列的影片 大概就是我不卖这个车的原因 那为什么今天我还买这台车呢 这台车当初他把照片传给我的时候 我跟你讲这客人很贼 他就知道我不收这个车 他就传照片给我 然后说2013年跑五万多公里 只有跑五万多喔 然后我看他照片 我也没买过这个车啊 我说哇 白色mini蛮漂亮的 而且是 双门 敞篷的你知道吗 看我那时候 看照片我也是敞篷的 你会硬顶的 我想说有硬顶敞篷的喔 我真的不晓得啦 我真的不晓得 然后后来就 忍不住嘛 我就大概问了一下行情 然后就跟他报了 欸没想到他还真的要卖 某一天喔 他就从这个南部开上来了 那那天我刚好不在店里 店里服务人就 欸小师哥 你是不是有抱过一台白色的mini 怎么样怎么样 我说有有有有有 我说车怎么样 他说我们车很漂亮 我说好很漂亮就跟他买 过没多久我到店里说 欸不错白色很漂亮 欸硬顶的欸 结果呢他就放在店里 大概两三个礼拜 那我刚好马沙拉蒂没开嘛 我就想说找一台车来试开看看 啊没开过mini 一直到那一刻 我都还觉得他是敞篷的喔 你看我有多 我有多瞎 开啊 载着我老婆也开了一两个礼拜 然后因为我有看到 他上面有根拨杆 我说啊那敞篷开关 一直到某一天天气好了 来试看看了嘛 对不对 我就开始 欸不对啊 他的接口在哪里 不对这个那么大块 好像收不起来欸 后来我才发现那根拨杆是 尾翼的开关 我就这么瞎 因为这车我真的完全没有研究 完全不了解 2013年的这一款 这个Cubei的叫做R58 这个车也是很经典的车啦 想说这一次竟然回来了 我也开了三个礼拜有了吧 好那我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这个车子也是属于路上 能见度蛮低的一台车子 这个当初我这个是1.6自然机器版本 120匹马力 16公斤米也能力吧 前轮驱动 变速箱是六速的手自排 好这个叫mini Cubei 那这一款跟一般的mini 有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 这个为了塑造这个Cubei的一个感觉 前挡风玻璃比较斜 大概差13度嘛 那当初有出两个车款 我刚刚讲我这个是1.6的自然机器版本 那当初还有一个S的版本 就是有涡轮增压的 马力有到184匹 最大的差别就是 引擎盖的开孔 好这就跟那个mini Cooper 跟Cubei S mini One 那个一样嘛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S的话呢 它的气霸就会是网子 就不是像这样子镀铬 我们这个一般版本的Cubei呢 它就是195 556的胎 那如果是这个S版本的 就会是17寸的 再来下一个就是S版本 有配备方向盘的 换挡快波 在自然机器上面呢 它就是用选配的 就是没有附 这代mini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在这里 在哪儿 欸怎么开 走不到机构啊 这呢 oh shit 这个啦 有够跟人家不一样的啦 这里 它就有一个小小片的这个东西 我看看 欸你看引擎是好漂亮喔 你看 有没有看到自然的灰尘 而且呢 重点是什么 干 我刚刚讲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 这个掀起来以后 我的这个框框 这个也是在一般的车上面 很少看到的设计吧 它的引擎盖是连着大灯框的起来 它的水箱架做得非常的里面 一般的车的水箱架呢 它是锁在 叶子板 箭尾这边 它没有 所以这台车没有箭尾 一般的车子 这边不是有一个箭尾出来吗 嗯 然后锁 水箱架 这台车你只要撞到 一个就是叶子板要换掉嘛 一个就是什么 撞到结构了 你如果有箭尾的话 外面还多一层防护嘛 这个只要你一撞到 不好意思 直接就是叶子板来就内鬼了 而且 引擎盖 还负责了叶子板的一个部分 所以引擎盖也要换 对 只要一撞进来 真正的叶子板也挂 引擎盖也挂 唯一的好处 水箱架可能闪过了 但它闪进来它躲掉了 那大灯也破了 你看到 你从这边撞进来 大灯应该也会挂 而且它车头只有这样而已 所以保鲜桿挂了 所以基本上挂也整个挂 而且是重大伤害 因为主结构的避震台也重了 然后唯一好处是什么 水箱架没事 这个车到底有安全吗 因为我觉得它的结构其实很松散 比起我们现在常看到的车来讲 因为你只看到两根也不粗的大梁 其实它大梁不粗啊 细细的而已啊 然后这个水箱架也薄薄的啊 水箱架也薄薄的啊 这好像是硕缸的吧 然后这个避震台也小小的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车 怎么感觉上不是很安全 不过它的板件是硬的啦 引擎盖是也蛮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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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再来它这个Cube啊 采用一个他们这个叫什么 钢盔四车顶 好那它做的这个样子 就让我想到以前那个 马力兄弟你知道啊 戴个头盔的乌龟 然后会在那边走 黑色头盔 它通常会出现在炮弹的那一关 戴钢盔的乌龟 然后再来一个 它这个是黑化的后视镜 侧边这个四条就没有镀铬了 你从200几年的mini 到现在的2023年的mini 你从车头一看 你有时候你还不知道它几年了 就例如说我刚刚我就问了阿呆一个问题 我说阿呆我们这台2013年的 那台几年 感觉很像是同一代对不对 看起来很像 可是事实上一查 它那台好像是2009年的 08 08年的 好啦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说 除非你是很内行的行家 不然你很难从外观上面是区分它 到底新还旧 但是呢这个车虽然它是一个很经典的车 我觉得它有很多地方让我觉得 有点莫名其妙 例如觉得比较废以所思的地方就是 它所有的这个接缝都非常大 就我觉得它是有一点点出枝大叶的 像它这种 所有板件这个连接这个缝都超大 我当然不是说要做到密不通风什么 就感觉它也没有想要修饰的感觉 甚至这个后挡风玻璃 锁在车厢 黏在车厢盖上面 我还看不到它板件 我觉得这对我看起来 我就觉得不太能接受 这如果在特斯拉上面 我跟你说 会不会被电黑讲到 说组装就这样而已 什么有的没的 可是在这个车上面 难道就可以接受吗 我不知道 我看的是觉得 有点看不惯 我觉得它是不是有企图在营造一些经典感 这我就不晓得 到底是这个省成本啊 随便做一做啊 还是说它是故意的 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 然后再来一个 它有一个非常重 哇这个很重 非常大片的一个 Cube的后鞋背 里面有两个驼风 为什么要做这个驼风呢 他什么都没有 他就是为了定两个这个 然后就做了一个 它其实可以做完全平的 对不对 没有它在修饰这个 我不知道它是为了呼应圆的枕头 然后这个做了一个圆形的 然后再往前延伸再做一个圆形的 然后一直把它延伸出来是这样吗 而且我跟你讲更屌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更屌的是 你以为延续要这边结束的吗 没有 它这边又做两个圆形了 把它接起来 这么长 就是这么长 所以它断掉了 好它这边这根脚断掉了 这边没有脚 对这边有个脚 好它这脚可以插进这旁边的插风里 好啦反正它就是为了要挡这个玻璃 盖起来以后 反正就是无限延伸的概念 后面一个小小的工具包 千金顶 我记得它这个是施压续跑胎 维持时速80公里 大概开150公里 当你破练以后 后面有一个点烟器 跟一个室内灯 配备短天线 后面这样好大片 这很重 我本来以为是油压撑杆老化 可是后来发现不是 它油压撑杆其实撑得很好 但是就是很重 因为你看它这个做那么斜 它凸在这里 它支点在这里 后面又延伸那么长出来 所以你会变成你很难线 它的这个支点的位置太 翘翘板做太接近中心点 这个尾翼呢 在时速80公里的时候 会自动往上升 你降下以后 它自动会再收起来 升降的频率还蛮高的 然后它这边有一个镀铬四条 有整个延伸环抱 到这个后车厢来 所以它的镀铬四条 基本上你如果从上往下看 是一整圈的 椭圆形 然后我刚刚说了这个车经典 我说我不知道它是故意的 还是怎么样 有点像G-Card那种感觉 其实它在很多地方 能够让你听到那一种 复古的声音 还有复古的触感 例如第一个是这个 它这个开门的机构 是从把手内去按压的 它的这个开关门的机械声 有没有 像以前G-Card 我们这有讲过 开关门用卡啦卡啦的那种 机构的那种声音 那在这边你也可以 稍微听到这种复古的声音 我记得一般版的mini 就是无框玻璃了嘛 你没印象对不对 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进过这个车 也没有拍过这个车 只有很多年以前 我自己拍过一台 那我也就是因为那一台 之后再也不卖的车司 那个等一下车上再慢慢跟大家讲 这个老故事好了好不好 这边有一个 脚喇叭跟一个稍微大的喇叭 圆形的元素都会出现在mini上面 这一块是皮的 剩下都塑胶的 那我记得我看过这一圈是烤漆的 我不知道这是选配的还是怎么样 这个有很多对这个车了解的人 应该就会留言跟我们分享 mini一直以来最特别的一件事情 就是它的时速表 坐在中间的圆圈圆上面 基本上判读非常的不容易 不过在它的转速表 也就是你方向盘前方的转速表 它有显示数字的时速在上面 所以通常不会去看中间的那个时速表 但是它有一个坏处 就是让你的乘客很容易判别你现在时速 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情 你知道吗 有时候它看不到感觉不出来 就没事嘛 你给它坐在中间 大家分享的时候 那就有事了嘛 人肉腺素器就会出现了嘛 所以这个有好也有坏处 那它的椅子 中间是这个绒布的 只有两片小小的车皮的地方 然后它的椅背一样是在侧面 它虽然做拨杆速度比较快 但是它坐在一个很不救手的地方 就是你的右手接近中央扶手的地方 然后你要弄它的时候 你手要必须要穿过中央扶手 这是调整椅背的 然后你看我的手要卡住中央扶手 我才能去拉它 中央扶手不能拿起来 可以 但是没有好拉到哪里去 你看我的身体基本上是已经 我把它做这样对不对 那我为了转它 我就已经是一种霹雳舞的形状了 整个身体就扭得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形状 Mini我觉得最经典的 除了它这个圆形的 第二个我觉得很经典的就是 很多的按钮都用这种拨杆 我很喜欢这个 很像飞机你知道吗 而且它做的这个阻尼杆质感非常的好 然后这边有前路灯后路灯 还有中控锁解锁跟上锁 然后它所有东西都做得很小 就是整个范围是很小的 然后按钮都很小 这你老老花言 不过对我来讲这个焦距是刚好 按钮真的都很小 很紧凑 我那时候就误以为这个开关是开棚 结果它是尾翼的升降 可以手动 它是这个 这种iKey的 它的钥匙虽然是一个圆圈圈 对不对 那你只要把它用平放的放进这里 然后按这个 这个很小 你会发现 人家的那个push style做那么大一个呢 它就什么都做这样小小的 它发动也有个机械金属声 来来来来 我一直觉得mini的那个运转 引擎的运转品质没有很好 常会让你听到一些 稀稀疏疏的声音 就是类似这种感觉 所以我不知道它是传统 维持传统 还是说故意的 那我不晓得 还是说这个车 这个年份的这个引擎就是这样 这我就不晓得 它这个音响没有选 当初好像也有 哈曼卡等的音响可以选 5万块左右 这个很少人选 方向盘快拨件也是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地方的肥义所是 你看它这方向盘 它这方向盘中间有做一个线 这边有缝线你看 我想说它这皮是什么背的 因为它这边有这个轨道 有勾勾 有没有 后来我发现这是假的 缝线是假的 假的 它只是做一个缝线的样子 这塑胶吧 这塑胶吧 对啊这都是塑胶 所以这缝线是假的 不可能皮会有这个勾 好啦我不知道这个有 有人帮我解答吗 我是觉得它的触感就是 就是 塑胶 然后啊你看它这个方向灯 跟这个雨刷的拨杆都长这样 对不对 有点像木兰飞弹 有没有 好啊你来看这边 这边有木兰飞弹 这个是在控制音响 中央萤幕音响 然后这边有个support按钮 超小 超小颗的 好讲完了 好不好 出发去试迷你走 来了 干什么 干什么 干什么东西 来来来来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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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看到这个东西了没有 看到这个鲨鱼 就知道是什么了吧 没错 就是我们的干爹 Surfshark 这一集的影片就是大家熟悉的 Surfshark赞助播出 Surfshark VPN是一个 私人的虚拟网路服务 使你在使用网路的时候 可以更加的安全 具体的方式就是 你在浏览网页的时候 隐藏你实际的IP位置 同时隐藏你的个人浏览记录 还有浏览的习惯 可以让骇客或是有心人士 无法轻易的得到你在网路上的资讯 例如信用卡号 或者是你的身份证字号 这些资讯如果被人知道 后续处理会非常的麻烦 使用Surfshark VPN 让它先帮我们把关 可以省去不少的麻烦 而且Surfshark经过实测 各种热门串流影音平台 例如Netflix HBO Max等等 透过他们的跨区工具 就可以轻松的解锁 各个地区的专属内容 无论是电视节目 各种传统的直播 通通看到爽 轻松的让你破解地区的限制 而且一组帐号 可以让你所有上网的设备安装 没有使用限制数量的上限 而且Surfshark 你把它分享给所有的亲朋好友 来使用都不会有问题 另外Surfshark VPN还提供 30天的试用期 随时都可以取消申请订阅 并且获得全额的退款 实在是超佛心的 这么好用的东西 你只要看下方的资讯栏 或者是置顶的留言 点击这个连结 结账的时候 输入优惠码 SSCR就可以得到 小师汽车粉丝专属的 1.7则特别优惠 一次订购2年 还可以免费延长3个月 有需要的朋友 赶快去购买喔 暂时感谢我们干贴 Surfshark VPN的赞助 赞喔 欸 呼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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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蛮硬人 那比起前一代好多了 前一代根本也是四支鐵管 整台车一起跳 然后这个当然它已经比较现代化的厂物了 像Mini这个车款 它算是最早的那种悬浮式车顶的先驱吗 我不知道更久以前的时代是怎么样 至少从我有看到认识车以来 它的这个车顶的这种形式 包含上面的英国国旗 包含它的尾灯的英国国旗 都有着一种很个性鲜明的感觉 然后也是很多车场真相模仿的对象 像我们之前做什么Kicks Swift 有没有 这种小车开始在做这种悬浮式车顶 车顶用双色的等等的 好像感觉都是从这一边来的 那它整个其实我只能说底盘是蛮富有运动性的 因为感受得出来悬吊都是给你一个很硬的感觉 然后风切声很大声 引擎声也很大声 然后底盘的噪音其实也蛮大声 我刚说的引擎很大声 并不仅止于引擎隔音的问题 包含它引擎本身发出的声音也是蛮大声的 它就是一台非常的直觉性的车子 不过底盘的操控是非常棒的 也是属于指哪打哪的类型 然后我觉得它蛮美丽的 它120匹的马力 其实在不按Sport的情况之下 开起来是很痛的 在市区的静止起步再加速等等 你就觉得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爬坡等等 你想要把油门踩深一点 让它加速快一点 你又可以听到引擎发出很大的噪音 后面基本上后车厢因为跟这边有连接 所以呢它很像是一个很大的低音喇叭一样 轰鸣声会一直从后车厢往前传 它过弯真的很棒 它的转向真的是非常的明确 但我觉得这方向盘不好握 这方向盘真的很滑手 好接下来我把Sport按下去 其实这车慢慢开 我开这车都开很慢 因为就是开一个冷门稀有 更大声 更大声 Sport开下去 Sport开下去虽然它把你的力道加大了 可是引擎的声音就也变大声了 不过它的Sport是有效的啦 不过我觉得它比较像是油门加速器 但是你如果不开Sport模式 那起步真的有一点点重拖感 然后很慢 我记得当初0到100应该是10秒多 这加速度真的还蛮普通 但我相信开一台这样的车 心情是还不错的 我自己 而且有一个好处 我发现 以前我开那么多的车 对不对 我跟我老婆出去 我停下停车场 去牵车的时候 我老婆不见得认了这台车 但是我换开这一台以后 我发现她认了这台车子 她说我们车站那边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我当初隐恨 我为什么不卖mini 还有另外一个隐恨的 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有一群学生来 我跟柯P各选一台车 让他们投票 请看上方连结 我想说女孩子 一个圆圆的mini复古感 应该会赢吧 我跟妳讲 连一台喜美八代都不如 那时候你来了没 还没 那你那集你有看过吗 我有看过 那你一开始 你觉得mini会赢 还是喜美会赢 我一开始觉得mini会赢 真的喔 你也这样觉得喔 我跟妳讲那你的想法 就跟我一样纯 你不会赢 而且那台mini 就是我刚刚出的那台 对不对 你卖的呢 我卖掉那一台 那台mini呢 是我一个老客户 我那台mini买回来 我其实因为我没有卖过 我对那个车真的不了解 所以我其实 一开始我是有抵触 不太想卖的 然后我就好吧 那也是他 然后这个秀利场 尽量检查 尽量完善 交给下一个人 然后跟我们买车 那个是一个老客户 那之前是开verita 他要买这台车呢 我跟柯P我就一直在 算是游说也好 或者是心理建设也好 这个车真的零件贵 然后小毛病多啦 什么 你确定你要吗 我跟你讲喔 要买这个车的人 劝不会听 要就是要 要就是要 然后就买了 买了一开始呢 换一些小东西啊 一下雾灯烧掉啊 一下这个 哪个开关有问题啊 那个小问题 回来我们就尽量把它解决 到最后就换个升降机啊 修了 还OK啊 干支如已喔 然后到最后开开 那个叫什么 抓温度做偷跳车啊 卖这个车啊 你跟客人会保持一个 很密切的联系 三不五十 看到他电话响了 看到电话号码是他 他就想知道 看他迷你不知道又怎么 都称不上是 很严重的问题 就都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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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有一天 那客人自己受不了了 这个喔 真的不太行 而且怎样 旁观者清 他看别人在开的时候 觉得很复古很经典很漂亮很可爱很喜欢 自己开的时候 他说煸气很硬 他载帐母娘 越父越母出去啊 然后三门的要塞到后面啊 然后两个老人家在后面这样 哈哈哈哈哈哈 一起在那边这样 哇 这个不行 爬来爬去 你知道吗 真的受不了 然后越一直休 最后终于受不了了 后来那个车又丢回来给我 那台车我记得后来 不知道好像是 送去拍卖拍掉什么 我也不卖 后来我就想说 改车车不能卖 然后我们就 我就没有卖了 那目前我开这个 将近一个月当中啊 他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这台才跑 我没有我刚讲错 他跑四万六而已耶 这么少 一千是我开的 我就想说开一个月 会不会亮什么灯出什么问题 因为我对这个车就是觉得 不知道什么时候 跟你亮什么灯都不足为奇的感觉 然后他很神奇 他有时候发动 他会亮一个刹车灯坏掉 右边刹车灯异常 现在没有 然后偶尔啊 他又会亮刹车灯异常 然后他亮刹车异常 我不理他 我开开 他有没有 他有没有 刹车灯又好 就是会有这种 很神奇的事情发生 就是看他的心情 跟你讲 刹车灯不亮 他有时候心情好 刹车灯又会亮 就是会有这种 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 你知道吗 然后有一点 我可能要请知道的观众朋友 跟我分享 他这个雨刷 我真的觉得很烦 他这个雨刷 你看现在下雨 毛毛雨 我要嘛往下单刷一次 但是我如果往上拨一个 他就连续刷 又太多 他怎么没有间歇啊 我有试着转正跟棒子 每天转到有间歇啊 然后我有试过 他是不是自动雨刷 就是例如我只要 不动他 是不是挤满 挤满了他就会刷嘛 我跟你讲不会 已经看不到路了 他还是不动 然后有啦 我有发现说 如果你刷连续的 对不对 你的车如果静止 他会休息 好你看其实我现在 我记得停下来 他会停 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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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一开他有点血 太快 我不需要那么快 他这个你看也没有 按是喷水啊 按是什么 按是喷水吧 喷水是这样 那有机会喔 是不是用按的 有了有了 用按的啦 有了他正常的 用按的啦 间歇是用按的啦 靠腰 我以为这是喷水啦 看小师自己长姿势 因为我们现在一直都用 Sport档下去开 他用Sport档下去开 他就是一个很传统的 手自拍变速箱 Sport会很习惯性 把你的转速 hold在很高 而且是持久的 他比较不会那种 不动逃的感觉 有一些车的Sport按键 按下去之后 你转速可能会比较高 但是到一个程度 他还是会 帮你换下一档 那可是他的这个逻辑是 他要到你已经怀疑说 诶啊怎么 是不是变速箱坏掉了 怎么还不换下一档 他拉比较久 对 你怀疑的时候 他才会换档 所以是比起一般车的Sport 他的那个 hold住档位的时间 是比较持久的 我开到的感受是这样子 好啦基本上这个车呢 是有他一定的族群 跟他一定的优点 那当然也有他缺点 如果对这个车有兴趣的观众朋友 你们可以自己上网做一下功课 跟大家分享价钱 因为我真的也不常开这个车子 所以我真的不晓得 这个车子现在在市面上的价钱是怎么样 那我做一下功课 好像大部分他们在卖 应该都在五十几万吧 一一年 这个车当时只有一一年出到一五年 一四年 一四年 所以其实数量很少 那我有查到 有的卖五十几万 有的卖六十几万 那我不晓得 那这个当初我记得 买进来我好像是买四十几万吧 我记得不到五十万 因为真的有点久远 在车上过年前就买了 好不好 不过那个不是重点 这个大家也不要拿来参考 好不好 因为这种冷门车 卖多少都不稀奇 买主跟卖主谈好价钱 大家都能接受 那就是你们各自都能接受价钱成交 那就是你们的行情 好不好没有一定答案 我这不一定准喔 因为我真的不常卖这个车子 等下又不小心 把人家的行情说乱掉了 我们现在是会影响市场行情 你知道吗 BD4S全省最低价 每个人本来都还在轻 要卖一百五十几 一百六十几的时候 我一个下刹一四八出来 有没有 那个社团里面 马上就有人卖一四九了 我一台车 我就把整个BD4S的行情往下拉 超好笑 大家本来都还要卖一百六十几 你去网路8891 现在已经还很多一百六十几 我给你打赌 一百五十几 一百六十几 现在你在网路上一定都找得到 大部分都是这价钱 然后我上次都赌篮 我就一次弄个一四八 结果社团马上就丢出来 要卖一四九 就死也不要卖比小吃便宜 就这样了 没关系 反正大家慢慢放 看要放多久 真的不行 我拿来当公务车 给你们当拍摄车 怎么样 灰云车 灰云车 边拍边吐 好啦 那今天2013年的Mini Gubay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喜欢我们影片 记得订阅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 副频道也记得订起来 你们副频道如果再不订 你们每次都会一直看到 小帅的那个短影音 很多人觉得很烦 我就不下 我就让你们看 订阅数如果破三万 我们就把那个下掉 下掉 如何可以吧 换上标 换上标 靠北啊 不是换我的朋友被驴踢了 不下就是不下 订阅 副频道 订阅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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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 回程 排名 超市 请不吝点赞 收町 醉 按赞 缺 欣赞 背靠背 背靠背 哪有 哦 所以六跟九是有這樣的含義 原來是這個意思 我想說九六不是也一樣嗎 原來有背靠背的含義 不要像阿呆只有九而已 自己捲在那邊